河北省成德市公安局29號的通報說 雙橋公安分局破獲了一起利用互聯網 多次瀏覽觀看反華、仇華信息的案件 經查15歲的理性學生 多次觀看刻意歪曲中國歷史 曲解國內外熱點新聞事件的信息 消息傳開引發大陸網友強烈抨擊 很多網友覺得荒唐 有網友說古今中外也無此暴政 還有網友說文革期間有偷聽敵臺罪 現在有觀看反華信息罪 還有網友說從因言獲罪到因言獲罪 大陸網友表示中共實施愚民政策 進行網絡封鎖和審查利用官媒洗腦 但是現在大陸很多有思想的學生都會搬墻 讓中共感到恐懼 通報該案是為了殺雞儆猴 上海維權人士倪天英表示 中共把反共說成反華是混淆視聽 他本人曾經在網上發表過反對中共暴政的言論 接受過境外媒體的採訪 因此遭到中共公檢法的長期政治迫害 最近又被法院凍結銀行存款 說反華那是中共這個範圍集團 它是在混淆概念 混淆視飛 其實境外沒有反華是反共 它被共產黨保證 中共的軍控是全世界最最堅強的 現在控制言論自由非常厲害啊 新唐人記者熊斌中原採訪報導 我在新唸人當中原採訪報導 佳軍